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去医院的路上,我捂着肚子蜷缩在后座,催促周成再开快点。 路程只有15分钟,尖叫声和混乱逃窜的人群却堵了大马路。 前面出了事,一个男人拿刀劫持了一个女人。 事发突然,现场混乱不堪,周成探出头看了一眼, 突然松开了紧握的方向盘。 小河,你先忍忍,我马上回来。 她解开安全带急着下车,我连忙抓住了她。 你去哪儿?我肚子疼得厉害。 刚满三个月,胎儿不稳,我心里慌得不行。 那个被劫持的女孩是我上司的女儿,我得去救她。 周成没有理会我的请求, 极不耐烦地伸手掰我的手指。 松手,我一会儿就回来。 那人拿着刀,你却有什么用? 直接报警就行了。 我试图说服她。 这话也不知道哪里说得不对,周成突然急了。 她甩不开我的手,一下子发了狠,用另一只手揪住了我的头发。 你烦不烦? 她用力地按着我的脑袋往一旁的车门上撞。 我跟你说了,她是我上司的女儿,我今年能不能升职去总公司就差临门一脚了。 记出和,你不要爱我的事。 她眼神恐怖,是我从未见过的凶狠。 认识五年来,周成很少在我面前发过火。 她说话轻声细语,对我体贴入微。 只是最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知道她在工作上不顺利, 所以我才决定这周六带她回去见我父母。 周成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紧张,我那时还觉得好笑, 也不知道她发现我爸就是总公司的大老板,是会觉得惊喜还是惊吓。 和她谈恋爱的这几年,我还没告诉她我家里的情况。 没料到还没等到周六,孩子就先出了意外。 更没料到,周成竟然会在今天爆发。 头疼得好像快死掉, 黑色的连衣裙被鲜血染成了暗色。 周成仿佛才反应过来似的, 速度极快地松开我下了车。 好像在晚上一秒就赶不上英雄救美。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孩子,没了。 医生骂我怎么不早点来医院, 而我躺在担架上才赶晕过去。 后来,听医生说, 我的手术整整做了一天, 血库里的血都被我用了大半才抢救回这条命。 醒来后,我就把周成拉黑了。 这几天,他的视频铺天盖地, 全是夸的。 标题都是,英勇市民建议勇为斗歹徒, 成功营救被劫持女子。 评论区热闹得像过年, 网友们对周成的一举赞叹有加。 看哭了, 这个太帅了, 想嫁。 太感动了, 这得凭建议勇为奖吧, 真的勇。 视频里, 周成提着一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铁棍, 义无反顾地迎着歹徒上去了。 全世界都在称赞他的英勇无畏, 只有我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 真讽刺。 我一直自信地觉得, 我和周成之间的爱情是纯粹的。 没料到现实给了我重重的一巴掌。 出院后, 我第一时间回到了家。 刚进家门, 就发现玄关处多了一双女人的高跟鞋。 屋子里有别的女人出现的痕迹。 没多久, 我就见到了她。 身材娇小, 五官明艳, 被周成底在玄关亲地喘不过起来, 像只诱人的小妖精。 那张脸我在视频里见过, 周成就下的女孩就是她, 陆琳兰。 还没关门呢? 她搂着周成的脖子娇衬。 没事的, 反正没人来, 周成抿着唇, 笑得又痞又温柔。 那张脸, 一如既往地招人喜欢。 眼见着两个人天雷勾地火地 要上演少儿不移的内容, 我不识趣地打断了他们。 抱歉, 手上提着周成的行李, 我毫不客气地扔在了地上。 东西都收好了, 要开房去外面。 四目相对, 尴尬又沉默。 周成哄拙陆琳兰先回了家, 说处理完了, 我会给她一个解释。 她温声软语, 态度柔和, 像极了刚认识我时的模样。 真讽刺。 我痴笑一声, 问她,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 分手吧。 她以着墙, 连装都懒得装了, 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一支。 烟圈徐徐, 熏得人眼眶发酸。 周成的目光, 缓缓落在我的小腹上, 孩子没了吗? 眼泪, 终于啪哒一声砸了下来。 我抬手抽了她一巴掌。 周成目光垂下来, 没了就分了吧, 小和, 我们俩不合适了。 你攀上了高枝, 就打算一脚踹了我是吧? 我平静地揭穿她。 周成恩了一声, 我早跟你说过, 我最近有个升职的机会。 林兰的爸爸可以帮我。 和她在一起, 我可以走很多捷径。 她用舌尖抵了抵被打伤的脸颊, 问我, 你呢? 你能给我什么? 曾经那个牵着我的手, 说要把全世界都给我的男人, 开始了索取。 周成眼睛都没眨地撕破了脸皮。 五年时间, 最后一点体面也没给自己留下。 就像那天, 她迫不及待地去奔向她的前程一般。 此刻, 她眼神多多, 只想彻底和我了断。 周成, 希望你永远也不要后悔。 我只觉得讽刺。 我是个清醒的恋爱脑。 为了周成拒绝了不知道多少父母牵线搭桥的青年才俊, 一心陪着她吃苦。 好在我身安人性复杂, 这些年从未在她面前透过自己的家底。 周成也不会知道她进分公司。 是我安排的。 我想陪着她在这里混资历, 等到将来回到总公司升任管理层变得顺理成章。 可她终究没有迈过最后这一步。 那天晚上, 她和陆琳兰公开了。 旧人的视频曝光后, 因为相貌出众, 她在社交平台的账号吸了不少的粉。 评论区全都是祝福的。 天哪, 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呢? 我又开始相谢爱情了。 周成在点赞过万的视频下, 置顶了自己的评论。 谢谢大家的关心, 其实我和女朋友可以算得上双向救赎。 旧人那天, 因为前女友生病, 而我急着旧人没顾上她, 我们分手了。 这段时间, 我一直很伤心, 是琳兰陪我走出来的。 她很好, 我不想错过她, 所以, 我决定放下过去的感情, 迎接新的开始。 引导性的话一出, 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的错。 在如此高尚的道德面前, 我实在自私又狭隘。 他们说, 你前女友真是个做精。 自私自利, 还好分手了。 这种女的送给我我都不要, 家教太差, 没爹没妈吧。 看得实在生气, 我找人买了水军, 在她评论区引流打广告, 然后再把她的视频举报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个下午, 周成视频下的评论区全部沦陷。 我美滋滋地坐在家里, 给她把视频全举报了。 引流外战, 疯得那叫一个迅速。 不过这倒是没妨碍周成速度极快的升值加薪。 当然了, 报告打到总部, 同意签批的人都是我。 一个人只有被捧得越高, 摔下来才会越惨。 我等着那一天。 半个月后, 周成升值, 被调入了总公司销售部当主管。 按照惯例, 在总公司镀金一年后, 她将会被派遣到分公司去当总经理。 总经理的年薪将是她之前年薪的十倍。 陆琳兰用她爸的关系, 也一起跟了过来。 上班的第一天, 安静的会议室, 所有人都在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开例会。 我穿着量身定制的西装, 一把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 季出河, 陆琳兰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你怎么在这儿? 她惊诧地忘了此地的处境, 率先打破了会议室的沉默。 周成眉心微皱, 视线拢了上来。 我轻飘飘地扫了两人一眼, 视线未曾停留片刻。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新任销售总监季出河。 话音落下, 陆琳兰和周成脸上的表情 瞬间轻一阵白一阵。 两人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震惊地无以复加。 被毫不留情一脚踹开的我, 居然成了周成的顶头上司。 他满眼惊恶, 轮到他做自我介绍时, 几番磕磕绊绊与不成句。 会议结束后, 我助理颇为嫌弃地说, 还是分公司利件的呢, 我瞧着话都说不清楚, 实力不怎么样啊。 他说话带刀, 挺会讽刺人。 脸倒是长得好, 标致的小奶狗呀。 是我爸知道我要回公司, 提前一个月在外面挖的人才。 第一印象不好, 小朱里对两个人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陆琳兰是养在温室里的花朵, 她哪里受过这种气? 当天下午, 她就把我堵在了办公室, 像是一只闸毛的猫。 你别痴心妄想了, 居然还跟到这里来, 她不会跟你复合的。 你别想缠着她, 别想拆散我们。 周成官宣的视频发出来后, 我曾经联系过陆琳兰, 把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我怕她被周成蒙蔽。 没想到, 她还是陪她走到了这里。 英雄救美的光环果然很大, 大到让她忽略了 这个男人本质上的恶劣。 真是悲哀。 我沈笑了一声, 嚣张地冲她耸了耸肩, 你说得没错。 周成长了一张招女人喜欢的好皮囊, 你最好还是看紧点。 闭嘴, 陆琳兰被戳到了痛处, 红着眼睛怒声道, 寄出盒,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想和我争。 我已经让我爸打听过了, 你也是走后门上的位。 谁也不比谁高贵。 较滴滴的大小姐对起人来, 真是不分场合。 我们吵架的声音最终还是惊动了周成。 她脸色铁青地敲门进来, 拽住了发飙的陆琳兰。 别闹了, 外头都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们第一天上班, 别搞得太难看。 可陆琳兰哪里听得下去? 她一把甩开周成的手, 不敢置信地瞪向她, 你什么表情? 你嫌我丢人是吗? 这破班有什么好上的, 大不了不干了。 这班对陆琳兰来说, 确实上不上无所谓, 可周成来这里, 是她费尽了心思求来的。 她将会有光明的未来。 周成的脸色很快变沉了下来。 陆琳兰气得跺脚, 眼泪汪汪地捂着眼睛跑了。 周成脸色极差, 发现我是她上司不说, 又得罪了陆琳兰。 里外不是人, 我得意地冲她挑了挑眉。 只要周成还想着升职加薪, 她就不得不留下来 日日和我朝夕相对。 陆琳兰当然不放心, 她来上班的每一天, 看到我的脸都是一种折磨。 吵架之后, 关于我是关系户的留言 甚嚣尘上。 毕竟我年纪小, 资历浅却又身居高位。 这其中, 陆琳兰出了很大的力。 寄出何呀? 空降的, 董事长的关系, 泽泽。 真是不知廉耻, 二十几岁的人去给个五十几的小老头当小三。 他什么人, 我还能不清楚吗? 我们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不然为什么我第一天就和他吵架呢? 我就是不服气。 这种人都能当领导, 嘖嘖。 小助理把手机录音打开放给我听, 是陆琳兰在茶水间和部门几个同事讲闲话。 见我听完神情没变, 他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 这你都能忍。 全公司上下,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 其他人, 大概多半听信了谣言。 我本来不打算理会, 直到周成一脸鄙夷地闯进了我的办公室。 公司的人都说, 你跟董事长很亲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皱眉。 你年纪轻轻, 他跟你爸差不多大。 你不必这么做见自己, 为了弃我去当小三。 他说话时, 没看身后, 我爸正带着公司高层巡查。 越过他, 我亲热地迎上去, 挽住了他的胳膊。 爸, 你怎么来了? 周成脸色惨白, 回头迎着我爸的目光, 瞳孔地震。 来公司还习惯吗? 我爸亲切地拍了拍我的手, 压根没有看周成一眼。 他回头冲身后跟着的高管们笑, 这是我女儿。 之后, 会安排在每个部门轮岗, 等熟悉了公司所有的业务之后, 我也该退休了。 他毫不吝啬对我的宠爱。 以后, 我这整个公司都是他的, 你们都是前辈, 都照顾着点。 我怀疑他就是故意的。 他早就知道周成的存在, 终于逮到了机会嘲讽。 他要让周成清清楚楚地知道, 他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高管们走后, 我爸是我爸的消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传遍了公司。 周成再也笑不出来了。 他颤声问我, 你是在报复我是吗? 祭出河, 我跟你谈了五年恋爱, 我给你当了五年的舔狗。 你为什么要这么瞒着我? 你防贼一样地防着我。 他模样可怕至极, 唇色清白, 像是受了极重的打击。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衣冠楚楚, 却如同跳梁小丑。 我笑得头一次这样张狂。 怀孕之后, 我跟你说过要带你回家见父母, 是你选择了陆琳兰啊。 你为了前途,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 你是董事长的女儿。 周成一声爆喝, 脸迅速泛红, 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你若是早点告诉我,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我想升职, 我想赚更多的钱, 我想养得起你跟孩子, 我有什么错? 少在这儿给我装深情, 为了养我你不惜在网上诋毁我。 我毫不留情地打断她, 你和陆琳兰真是天生一对, 你最好牢牢抱紧她这条大腿。 裴燕, 把这人弄出去。 提起内线电话, 我叫来了小助理。 没多久, 裴燕双手抱闭倚着门, 脸色不善地对周成道, 有事先找我, 不要越急上报。 她向来对周成没有什么好脸色, 人才众多的总公司, 没有英雄光环的加深, 她不过是在普通不过的一个人。 就连刚毕业不久的裴燕, 简历都比周成优秀, 不知道多少倍。 她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下班后, 周成在地下停车场拦住了我, 还没等我开口, 裴燕便一把推开了她。 你有完没完啊, 怎么像块狗皮膏药似的。 周成的目光, 在我们两个脸上来回, 瞬间怒了, 我跟小和之间的事情, 关你屁事, 怎么哪儿都有你。 嘿哟, 我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裴燕以着车门, 但笑, 你不陪着女朋友下班, 跑来缠着总监干嘛。 怎么, 要跟你小女朋友分手啊? 滚滚滚, 滚远点。 她毫不客气, 受了一天打击的周成, 一拳呼了上去。 裴燕直接抬脚就踹。 她身高腿长, 明明看着瘦, 力气却不小, 踹得周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顿时哀嚎。 而裴燕, 却连插在口袋的双手都没拿出来, 车里一片寂静。 我嘴角抽了抽, 突然明白了我爸让你接送我上下班的目的。 那当然, 职责所在。 她突然凑过来。 单手挑开安全带给我系上, 列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 我爸说, 裴燕是她从别的公司高薪挖过来的, 特意提前一个月入职, 了解完销售部门的所有业务后, 等着我回去为我打辅助。 可我知道, 她还有别的目的。 她让裴燕送我上下班儿, 又专挑长得好看的小孩, 是希望我和裴燕能擦出点火花。 毕竟, 那是她看中的人。 而我看中的周成, 是个垃圾。 第二天早上, 陆琳兰脸色惨白地跑来找我。 她唇角带伤, 连眼睛也是肿的。 你开心了吧? 这就是你的目的, 对吧? 娇滴滴的大小街, 说话时声音带着哭腔, 耻辱地咬紧了下唇。 我想起第一次见面, 她意气风发得好像 谁都不放在眼底的样子, 颇觉讽刺。 总得有人为我的孩子付出代价。 我抬眸静静地和她对视, 你说是吧? 你信不信我现在对周成招招手, 她就会像条狗一样扑过来。 至于你, 没有了利用价值她, 一个眼神都不会给你。 陆琳兰捂着唇, 崩溃地哭出声来。 她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 她只是不敢相信曾经不顾一切 去救自己的男人, 会变得如此陌生。 她甚至觉得周成动手打她, 只是因为昨天她心情不好。 我撇了撇嘴。 裴燕说, 你管她干什么? 良言不劝该死的鬼, 明天就把她弄走吧。 她晃着手里的一叠票据, 扔在我面前, 陆琳兰她爸拿回扣的证据, 搞她吧。 她动作比我还快, 我有点吃惊。 裴燕伸手抹了抹鼻尖, 你爸让我馊的。 她知道你要回来时, 就开始了。 我眼睛发酸, 轻轻嗷了一声。 我本身就没打算留他们太久, 我让周成来这儿, 是想给她希望, 然后再亲手掐灭。 我要让她亲眼看着, 原本差一点属于她的是什么东西, 包括明知道还没和我分手, 却依然和周成搞在一起的陆琳兰。 如今证据在手, 没什么好说的, 我直接报了警。 被带走调查时, 陆琳兰挣扎着满眼寒泪地跑过来, 给我下跪。 她模样憔悴, 嘴角是被周成打出来的伤。 寄出盒, 你放过我爸, 放过我好不好。 我求你了, 我不跟你抢了。 我不跟你抢周成了, 我把她让给你。 整个办公室都听得到她的声音, 周成脸色铁青地注视着这一切。 我不怕丢脸, 也不怕别人知道我和周成的关系。 后悔的只是她而已。 陆琳兰被带走后, 周成精神违靡, 接连犯错, 开会时统计的数据漏洞百出。 一个月后, 她的业绩排在倒数第一。 莫为淘汰制的销售部, 她待不住了。 被人士喊走谈完话后, 周成的脸色很难看。 她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吃人。 我瞧见裴燕轻轻倚着门, 一脸防备的样子, 心下舒了一口气。 大梦一场空。 周成为了摆脱 我去英雄救美食偏激的样子, 还历历在目。 她关上门, 嗓音低雅地问我, 是你做的对不对? 你让他们把我开除的是不是? 裴燕一张嘴巴巴闲不住, 率先赌她。 你业绩倒数第一才被开的, 公司还给了你N加一的补偿, 知足吧。 自己不行, 还怪上别人了。 周成大概是被揍怕了, 狠狠地瞪了裴燕一眼没理她。 她神情憔悴, 像是几天没睡过好觉, 声音突然软下来。 小和, 你别这样。 我们五年的感情,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你说, 只要你开口, 不管什么, 我都能办到。 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你还生我的气, 是因为心里还有我。 我望天翻了个白眼, 瞧见裴燕在一旁被恶心的生理不适的表情, 心中想笑。 笑话,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裴燕依旧战斗力十足, 从门口几步挪到我身边, 单手搂住了我的腰。 我俩谈恋爱都谈半个月了, 你别来恶心我们, 早点滚吧。 她表情嚣张, 贴在我腰间的手, 却热得出了汗。 我浑身僵硬地顿在原地不敢动, 直到周城摔门而出, 才立马将人推开。 拳宜之计, 裴燕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落落大方的样子, 总监我先去忙了。 看着又乖又听话, 可方才却敢自作主张。 她速度极快地离开, 我觉得有点好笑。 外头空了两个座位, 看起来空荡荡的, 报复的目的达成, 第一感觉竟然不是高兴是难过。 大概是知道我心情不好, 晚上下了班, 裴燕要带我去喝酒。 两杯酒喝到醉, 看人的目光都是朦胧的。 裴燕说, 你别哭啊, 你怎么哭了? 她手足无措地伸手, 又从口袋里掏手帕, 细致地擦掉了我的眼泪。 这时, 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哭了。 见到眼泪的瞬间一发不可收拾, 裴燕顿时慌了。 嗨, 为这么个渣男值得吗? 她垂下眸, 柔声细语地说, 还是有很多好男人的呀。 我茫然四顾, 问她, 在哪儿呢? 裴燕羞涩地抿了抿唇, 比如我呀, 你爸真选, 品质保证。 切, 我挥了挥手, 那你去跟我爸结婚。 我又不喜欢男人, 裴燕陪我喝了不少的酒, 越喝越口无遮拦, 你看咱俩之根之底, 不挺好吗? 你们都是为了我爸的钱而已, 我叹息着低下了头。 裴燕指天发誓, 我不是哦, 我可以签婚前协议。 我的酒都差点被裴燕吓醒了, 谁要跟你结婚了? 我, 我想跟你结婚, 裴燕大概也喝上了头, 抱着酒瓶目光迷离, 记出河, 咱们俩可是幼儿园同班, 小学初中同校, 你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你爸跟我爸商量着要联姻, 我立马替颠替颠跑来了。 给你家白打几个月工, 你还污蔑我是为了你家的钱。 我家也不差得好吗? 他一席话让我率先沉默了。 裴燕看来是真的喝多了, 我脸红着夺了他手里的酒杯, 出门喊了个司机把他率先送回了家。 冷风一吹, 酒醒了大半。 我正要再喊一辆车回家, 身后一团阴影突然扑了过来。 反应不及时, 我被狠狠捂住了口鼻。 短暂的昏迷过后, 我很快清醒了过来。 麻药的剂量应该不高, 时间过得不算久。 房间里开着暖黄的灯, 一个人影在不远处摆弄着手机摄像头。 光是一个背影, 我就认出来了。 是周成。 醒了吗? 他回过头来, 在灯光下露出森森白芽。 我心中一紧, 速度飞快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满脸戒备地问, 你干嘛? 不干什么? 周成软着嗓子说, 小和, 我不想跟丧家之犬似地回去。 所以, 我皱紧眉心, 周成靠了过来, 朝我伸出手。 所以我觉得, 就让我们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好不好。 他偏激地说, 就跟之前一样, 你怀了我的孩子, 我们就能回到过去了。 房间昏暗, 他架着手机摄像头。 我笑了, 别痴心妄想了, 你敢碰我一下, 我就报警。 怀孕算什么? 我不想留, 他活不过一个白天。 周成顿时被激怒, 抬手掐住了我的胳膊。 是因为裴燕吗? 你和他在一起了? 他有什么好? 有我们五年的感情稳固吗? 强硬地稳压下来, 身上的衣服被一件件撕裂。 我尖叫着推扫, 周成却像一座山似的压在我身上。 小何, 小何你别挣扎了, 乖乖就饭吧, 反正我们都睡了五年了。 我错了,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 他欲无伦次, 低声下气地道歉, 我当初不该丢下你和孩子, 是我爱慕虚荣。 我不该发现, 陆琳兰是上司的女儿, 就动了歪心思, 是我错了。 他一边吻我的脖梗, 一边安抚挣扎的我。 紧闭的房门, 突然发出传来滴答一声响。 周成被人一把, 从床上拽了下去。 裴燕眉眼如霜, 把架在前面的手机丢给床上的我, 转头和周成扭打起来。 迟到十分钟, 我嗓音发颤。 一颗星终于回到了胸腔里。 裴燕气息不稳地给我道歉, 对不起, 来晚了。 他裹挟着满身的酒气, 正亮的皮鞋踹在周成身上, 发出闷顿的声响。 我裹着被子提醒他, 别把人打死了。 嗯, 裴燕声音沉沉, 似乎装了一肚子的气没触撒, 打得周成动弹不得才收手。 报警吧。 他把身上的西装取下来, 踢在了我身上。 对不起啊, 来晚了, 你没事吧? 他垂着头, 浑身低气压, 甚至不敢看我。 下班之前, 我就猜到, 周成不会就这样轻易算了。 他所依仗的已经所剩无几, 和公司还签过敬业协议。 离开这里, 他将一无所有。 所以, 裴燕提议出去喝酒时, 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我们在开车去酒吧的路上, 就发现了身后跟踪的车辆。 我猜周成想要铤而走险, 而我并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他当初怎么在网上给我泼脏水, 我就要怎么揭穿他的真面目, 凭什么他品行低劣, 还要受人尊敬, 被人称一生英雄。 我不甘心, 我没有那么大度, 只是裴燕比规定的时间晚到了十分钟。 她的愧疚肉眼可见。 我没事, 我按住她垂在身侧的手, 笑着耸了耸肩, 十分钟而已, 我撑得住。 裴燕轻轻回握住了我的手, 又很快松开。 她向来很有分寸。 今天晚上跟你说的话是认真的, 裴燕静静地说, 你爸的要求, 我爸也同意的。 我满脸迷惑, 我爸什么要求? 他让我入赘。 裴燕不好意思地低咳了一声, 我爸说, 我们家两个儿子, 公司给我大哥, 再分我一点, 我可以去你家的。 以后生孩子, 跟你性。 我的脸瞬间发烫, 拳头帮硬。 我爸一天到晚背着我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呀。 裴燕耳朵通红, 她说女婿也是半个儿, 是你们家的光荣传统。 嗯, 是, 我爸是赘婿。 所以, 我跟我妈姓, 全公司听到我名字都猜不到, 我是我爸的女儿。 看来, 我爸对周成不满, 已经很久了。 只是我一直和她感情好, 所以她从来没有动过歪心思。 在这点上, 她一直很尊重我, 知道我分手后, 她才马不停蹄地把主意打到了裴燕身上。 那我和周成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全知道啊。 裴燕垂着眸, 遗憾地轻叹, 我喜欢你很多年了呀, 你不知道而已。 我参加过你的十岁生日宴, 二十岁的生日宴, 你都不记得罢了。 你都不知道, 你爸去找我爸说要联姻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我爸已经拐了个女婿回家了, 还让别人在公司白打了一个月的工, 乖乖地等着我回来, 打下手。 我心下动容, 苦涩地指了指地上的周成, 那你要做好准备, 前车之鉴在那里。 我不会再百分百投入一段爱情。 裴燕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无所谓, 咱们来日方长。 她的目光太过赤裂, 我竟不敢直视。 沉默间隙, 警察终于来了。 我把手机录下的视频 当了证物上交, 又拷贝了一份存到了自己的手机里。 医生验完伤, 检察院正式对周成提起了公诉。 强暴未遂, 够她住上几年的。 人心的贪婪总是无止境, 欲贺难填, 忠诚其害。 后来, 周成要求见我, 律师安排了我们的会面。 他在会见室里给我下跪, 哭着求我原谅他。 获得和解, 利于减刑。 我没有同意。 你知道躺在医院的那些天, 我在ICU里住了多久吗? 那一天, 你把我和孩子一起杀死了。 我实在笑不出来。 没有钱, 我活不到今天。 你知不知道, 进分公司是我安排的。 我淡淡地, 给他最后一击。 我是想陪着你在分公司历练, 作为将来被提拔回总公司的资历, 但你没有等到这一天。 就差两天。 就差两天我就会带你回家了。 周成, 你等了五年, 毁在了这两天。 离开后, 惠客室里响起周成崩溃的哭声。 他一定很懊恼吧? 一定在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沉住气, 在临门一脚走偏了方向。 明明等待他的, 是如此光明的未来。 宣判那天, 我和裴燕一起旁听。 周成被判了三年。 陆林兰的爸爸因为贪污受贿, 被判了两年, 罚金五十万。 同一天, 我把视频发上了网。 裴燕买了水军推波助澜。 那段视频没有录下我的脸, 但周成摆弄相机时, 却清晰完整地录下了他的。 曾经因为一张帅气的脸, 在见义勇为后, 火遍全网。 如今又因为犯罪, 再火了一遍。 评论区骂声一片, 强倒众人推。 真是瞎了我的狗眼, 之前竟然还觉得他长得帅。 哦, 好恶心。 天哪, 这种人好可恶。 完全就是拿我们无辜的网友 当傻子。 新媒体时代, 一段视频就能编一个故事, 太容易受人蒙骗。 我心底的阴霾一扫而光。 出法院时, 裴燕星冲冲地 给我递上一束花。 去庆祝庆祝。 我迟一片刻, 她不容置疑地拉起了我的手。 走吧, 大喜的日子, 干点开心的事。 她竟把我拽到了一个设施陈旧的学校。 裴燕说, 她上幼儿园总是哭, 中午也不肯乖乖吃饭, 是我一勺一勺味的。 我不信那么久远的事情, 她还记得。 裴燕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家有视频呢, 我总是拿出来看。 后来, 我看了那段录像, 才想起里面的小胖子是谁。 那时候, 她因为长得胖, 总是被人欺负。 我小学帮她出过头, 初中替她打过架。 后来上了高中, 就再也没有见过裴燕。 我从来没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过。 裴燕满脸羞愤, 我初中之前, 是长得比较好一点。 我弯唇笑笑, 主动握住了她的手。 原来, 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暗恋呢。 我没和裴燕谈太久, 她带着我回家那天, 她父母像是认识我已久。 小燕小时候总是说, 要去找你玩, 幼儿园就说, 将来长大了, 要娶你。 这兜兜转转, 倒是叫这小子如愿以偿了。 她妈笑着打去玩, 她爸又接着上阵。 可不是吗? 吵着闹着, 要跟你结婚? 你爸不管提什么要求, 他都同意。 我爸在旁边笑得很豪放, 老兄弟, 这你可别赖我, 孩子们自己愿意。 入坠都是玩笑话, 主要是想孩子们多在身边陪着而已, 都是商场上合作多年的伙伴, 沟通起来畅通无阻, 没花多少功夫。 就乐呵呵地把我和裴燕的婚事给定了。 我爸喝了不少酒, 回家的路上絮絮叨叨地诉说着对我的担忧。 你和周成那小王八蛋谈恋爱的时候, 我跟你妈就不同意, 看你那么喜欢, 我跟你妈都忍着, 生怕你真想不开嫁了。 幸好幸好。 是啊, 幸好,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一切都还来得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